音樂 音樂 我希望透過我的分享可以讓台灣的年輕人更 更相信大陸 然後更更願意到這邊來走一走看一看 我覺得我們從民間開始來努力做企業 希望未来能够为两岸之间的关系 增进尽一份力 8月15号 以携手打拼历青春 融合发展创未来为主题的 第12届海峡青年节峰会 在福建福州圆满举办 峰会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的 重要领域和热点话题 展现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成效 推动台湾青年到大陆 求学 就业 创业方面的实践探索 呈现台湾青年 在大陆伸展才华 实现梦想的广阔前景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 我了解了政协的民主协商 以及参政议政的功能性 以及责任感 2024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分享活动 在福建省广播影视机团举行 台湾政党代表 赛敏台青台生 政协青年委员等相关人士 齐聚一堂 共化协商民主 与两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今天是8月15号 79年前的今天 日本天皇绿人广播中战诏书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是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段血泪血旧的争容岁月 被两岸同胞共同铭记 这几天来 岛内各界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 还有台湾媒体大篇幅报道了 大陆相关纪念活动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刘飞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15号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福建省青年联合会 福州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第12届海峡青年结封会 在福建福州圆满举办 中共福建省委书记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毅 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副主任邱开明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徐晓 金门县民意代表陈玉珍出席峰会 并先后致辞 中共福建省委常委 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致欢迎辞 联岸青年1100余人参加本次活动 本届峰会 以携手打拼地青春 融合发展创未来为主题 围绕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领域 和热点话题 深入挖掘生动鲜活的人物故事 和典型案例 展现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成效 展现两岸青年从相识相知 互学互建到共享机遇 携手打拼的生动故事 推动台湾青年到大陆求学 就业创业方面的实践探索 呈现台湾青年在大陆施展才华 实现梦想的广阔前景 我希望透过我的分享 可以让台湾的年轻人 更相信大陆 然后更愿意到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 因为海青节这个平台 它12岁了 那每年的规模 主题 还有它的覆盖面 跟影响力都非常的广 那我希望 透过海青节这个平台 可以吸引更多台湾的年轻人 多到大陆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 那进一步去探索每个人在这边可以发展 或是可以深耕的机会 其实两岸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遥远 对像我来第一天就发现 哇这个平潭岛这个地方 整个跟台湾没什么两样 很亲切的感觉 对那其实我觉得 透过在这个交流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可能现在两岸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是比较紧张 可是我们民间这样的软实力的交流 让我们人跟人之间 可以有更直接的接触 那我觉得我们从民间开始来努力做企业 希望未来能够为两岸之间的关系 增进尽一份力 峰会现场 跆拳道奥运冠军 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陈忠 登台分享参与两岸青年交流的故事和感受 2024巴黎奥运会 举重男子61公斤级冠军 李发兵2024巴黎奥运会 举重女子81公斤以上级冠军李文文 以个人奋斗经历 基地两岸青年拼搏进取 勇创佳绩 活动同时邀请来自北京 上海天津江苏等地的青年联合会代表 和青年精英人才会聚一堂 共同参与海峡青年节峰会 以及两岸大学生领袖营 海峡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等交流活动 在同吃同住同晚中 增进彼此情谊 所以我觉得透过这个 两岸之间青年的相关的互动 以及互相学习 我觉得能够学到很多彼此的优点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活动 是非常值得鼓励 而且也欢迎 所有更多台湾的青年 未来能够一起来 参加这个海峡青年节 在目前两岸情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 在民进党接近所能的制止两岸的交流的情况下 尤其在民进党制造各种不同的高墙 阻碍了年轻人的选择 提供了 供给了相当错误的信息 让年轻人对大陆 错误的认知的情况下 能有举办这样的活动 对台湾的年轻人 是太好的机会 因为要对中国大陆有正确的认识 台湾不管是个人或者台湾 才能有正确的选择 所以此时此刻 大陆主动的来举办这一种大型的 多方向的多元的青年交流活动 对年轻人 尤其台湾的年轻人 太有意义了 对两岸交流的正能量 太有帮助了 政治所阻扰的 我们正用年轻人的交流 来做突破 是很有价值 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支持下 福州市围绕城市更友好 青年更有为的目标 在本次海峡青年结封会当中 率先启动建设 海峡青年发展新城市 打造海峡青睐之城 海峡青创之城 海峡青青之城 海峡青青之城 推出福州市支持建设 海峡青年发展新城市的若干举措 福州市支持建设 海峡青年发展新城市若干举措包括 一 支持连岸机构团体 组织台湾青年来融开展 研学 旅游 社会实践 相见相创等活动 二 鼓励旅行社组织台湾青年从岛内通过福马小三通航线来融交流发展 支持运营单位持续优化福马小三通通关软硬件环境 降低通关费用 三 为来融交流参访 实习实践 就业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一年过渡期免费住房 四 鼓励海峡银行建设台湾青年综合服务平台 为台青来融发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五 支持福州各类学校与台湾开展校际交流 六 鼓励青年来融就业发展 对相关机构招收台湾青年来融就业给予支持 七 鼓励中介机构引进台湾青年人才来融发展 8月15号上午 2024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分享活动 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800平民演播厅举行 福建省政协主席滕家才出席 活动吸引了台湾政党代表 赛敏就读台生 创业就业台青 台胞专业人才代表 台盟青年盟员 政协青年委员 离岸问题研究专家学者等相关人士 起聚一堂 共化协商民主与离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与离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与离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与离岸融合发展的实践成果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 台青们透过这些主题分享 讲述自己对民主协商的体会 通过参加这次活动 我了解了政协的民主协商 以及参政议政的功能性以及责任感 然后让我感受到了 政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仅是非常重要 而且还跟我们息息相关 让我感受到了 其实台胞青年现在我们两岸融合当中的效率 包括各种文化当中其实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 而且作为我们台胞青年 或者说我的台胞家庭来说 两岸家庭来说 在福州这个地方生活非常的美好 听完现场台青分享和政协之间的故事 台湾野里传媒共同发起人林明正深有感触 他认为台湾青年来到大陆 可以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比起躲在岛内孤方字上 这才是台湾青年提升自我竞争力的最好方法 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让更多的台湾青年 第一个已经来到福建或福州发展的台湾青年 他们能够把这些讯息带回去 给更多的台湾的青年同胞 因为我认识的一些青年朋友 他们不是对大陆没有想法或没有窗景 可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入门 就是我讲的就是说窗口在哪里 他们找不到 透过这些已经来到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 他们把这些讯息带回去 能更大的帮助这些想要来的青年踏出 勇敢地踏出那一步 当天的活动现场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也在致辞中表示 未来的30年是全球共认 中国必由大国步向强国 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宝贵时光 他呼吁台湾青年选择入席 共享民族发展的红利 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要紧紧地抓住 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假如过去你的户兄之辈 能够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里 因为来到了大陆发展而有成就的话 在未来的30年 中国大陆会有更新的一个发展的境界 这是年轻人应该掌握的一个最美好的时机 走进政协台湾青年说活动 由福建省政协 福州市政协 和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共同举办 今年已是第三届 活动旨在搭建一个促进团结民主 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平台 讲述协商民主与连岸融合发展的故事 受到广大台青朋友的好评和欢迎 也成为了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新窗口 15号上午第12届海峡青年节 第八届连岸大学生领袖营的核心活动 荣青春向未来 连岸大学生领袖 共化融合发展分享会 在海峡青年交流营地的水泻平台玻璃房举行 来自海峡连岸的125名学员 共同参与 分享感受 展望趋势 共化融合 共谋发展 活动中 连岸学员从自身求学 实习经历和兴趣爱好切入 从不同视角探讨了融合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来自台湾师范大学的营员赵天凯 从自身学习的奠基专业入手 分享了参访新制生产力行业的深刻感受 来自台北大学的营员王直中围绕文化寻根这主题 讲述了两岸之间的深刻渊源 表达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感悟 第八届 两岸大学生领袖营台湾团长 台湾大学的曾湘林同学 将活动感受和自身热爱的社工工作紧密结合 分析了两岸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对社工工作的影响 除此以外 大九学堂网路成员台南大学奠基博士林彦良 从老营员的视角 分享了自己从2019年起 通过参与领袖营活动首次踏上大陆 由此开启 两岸青年深入交流的宝贵经历 在场多位台湾同学深受感染 表示领袖营活动也是他们了解大陆的第一扇窗 不仅带领大家拓宽的视野 更为两岸青年搭建了沟通的桥梁 来参加领袖营的大学生们都是来自台路两岸各地的小伙伴 就是希望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在不同的想法上有更多的激荡 然后可以去了解就是在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不一样的什么生活方式生活模式 或是他们在校园生活里面跟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跟来自台湾的来自台湾同学们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和机会 我也希望去通过跟他们的交流增进对彼此的了解 也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更加了解台湾的同学们他们的一些想法和经验 就是能够让我们共同的去成长 每一次来到大陆都可以学习到许多都可以交流到不少 过去我们对于陆生一些困惑还有对于大陆的不了解 我们可以趁这个时间来进行交流 那陆生也会非常热情的给我们回答 那透过交流中我觉得很多误会都可以去消除的 活动尾声 联岸同源融合发展仪式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六名联岸银员在活动前分别在长江 黄河 闽江及马祖水系 卓水系爱河采集水源 并将这些承载着联岸情谊的水滴带到活动现场 将它们汇入同一个容器中 寓意着联岸同根同源 血浓于水 融合发展 周西理学思想中倡导的笑脸思想 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 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 周西的诸多廉政思想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时刻提醒大家 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共心 公正做事不存私心 做人要存正直之心 行仁义之德 不以一毫私利自闭 不以一毫私欲自灵 他不会耍弹吧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 看一个坏蛋 如果搞死另外一个坏蛋 我总觉得许建设态度这么坚决 背后一定有人给他传递错误信息 不要他们手上有一次信息的证据 你就危险 很危险 跟他随此争着啊 想拥有欲谁 无所畏惧 海峡卫视 八月十二日起 每晚十八点四十五分 精彩现映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今天是八月十五号 七十九年前的今天 日本天皇御人广播中战诏书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这是近代以来 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这段血泪血旧的争容岁月 被利安同胞共同铭记 这几天来 岛内各界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 还有台湾媒体大篇幅报道了 大陆相关纪念活动 台湾工商时报 中时新闻网等岛内媒体 在十五号当天 转发总台等大陆媒体的 相关文章及海报 纪念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七十九周年 缅怀抗战先烈 台湾劳动党 两岸和平发展论坛 十五号发表名为 捍卫两岸一中守护和平 反对台独分离活动 反对美日外力干涉台海 破坏和平稳定的声明 声明强调 七十九年前的今天 是两岸中国人民 弘扬民族政器 捍卫历史正义 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追求和平进步的重要纪念日 更是台湾重回中国版图 台湾同胞也是 中国人的光荣纪念日 论坛指出台湾在抗战胜利后 作为早先的中国师徒 光复回归中国 正是经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 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 所认证的国际法理与历史事实 台湾在二战后回归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完全符合国际法与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这对美国及台独分子恶意曲解 联合国2758号决议 或散布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谬说 也是很好的批驳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炳忠 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很多人说读了战争历史 所以希望和平 如果真是如此 那就更应还原台湾人 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本色 拒绝外力再来干预台湾问题 更不能让日本军国主义 在美国庇护下回魂 霍乱台海 他呼吁 海峡两岸乃至海内外的中华儿女 务必记取历史 务在分裂 务在内耗 我们定要在这一带实现国家统一 绝不让国破山河碎的悲剧重演 胜利来之不易 铭记历史 井中长鸣 武备自强 1895年 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 被迫将台湾割让日本 此后台湾同胞为反抗殖民统治 掀起一波接一波抗日斗争 1937年 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整个中国的图谋 昭然于世后 台湾同胞深深地认识到 台湾光复的唯一希望在 祖国胜利 八年前面抗战期间 在大陆参加抗日的台胞就有20多万 并成立了许多颇有影响的抗日组织 台湾义勇队 台湾少人团 是在台湾人里面都是认为 就是代表台湾人参加 祖国抗战的一个正规的队伍 目标就是保卫祖国收复台湾 1945年9月2号 同盟国九国的代表 同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日本投降书 从而使台湾 澎湖等地区 根据这一多边国际条约 顺利回归中国 1945年10月25号 日本代表在台北中山堂签字投降 由我国收回台湾澎湖 沦陷50年的台湾重回祖国怀抱 台北市民是不分男女老幼 全部都出来了 整个都市都沸腾了 像这个范将军 什么谢将军 还有索纳南馆 北馆 这些闽南人带有这个中国色彩 这些乐器 整个都出来街上游行 热热闹闹的 所以吴卓流就是很感慨 说这50年间的华民化运动 一天就被风吹掉了 诚如当年台湾光复致敬团 林献堂所说 光复后已绝有可爱护的国家 可敬忠的民族 永不愿再见到 有破碎的国家 分裂的民族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 雷茜 雷女士您好 台湾社会怎么看待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这段历史 那么我们今天共同铭记抗日历史 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抗战历史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 当然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面对着亡国灭种的侵略者 整个国家团结一心 抵御外伍的可歌可泣的历史 但是把它缩小到台湾来看的话 对于日本的认同是台独现在最硬的核心 也是最难啃的骨头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 蔡英文 赖清德 都是属于后来跟日本合作 并且认同日本的黄民化 所留下来的移民 遗留下的人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第二个历史的脉络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列强对于中国 台湾和日本的安排 那这种由列强来决定我们未来 也就是由他们来决定战后秩序的想法 从开罗宣言到波斯坦 一直到最后如何受降 怎么受降的很多争议 都是在这一个制衡中国发展的脉络里面 可以寻到它的历史轨迹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 到今天为止 台湾的承认为 自认为日本 或是认同日本 大于认同其他的这些人 仍旧是我们两岸问题中间 最核心的问题 他们所创造的平行时空 新的历史论述 会让没有历史基础的孩子们搞混 也就是说未来的教育里面 更多的年轻人 只听到这个亲日昧日的讲法 而忘记了其实日本对于中华民族的觊觎 以及对于中国人的残害 这个样子的台湾自然就会越来越跟中国大陆的历史认知 有巨大的距离 这会是我们两岸最大的问题 好的 感谢雷女士的点评 据台湾媒体报道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 12号起率领日本跨党派议员篡台三天 期间与赖清德等人举行会谈 双方探讨了安全议题以及所谓台湾无测事态 石破茂率领的窜访团 13号与赖清德 胡钊燮 林嘉隆等民进党当局高官会面 台面对此报道称 双方讨论了敏感的安全议题 期间赖清德乌称 大陆崛起是对印海区域和平造成的威胁 台湾有决心守护所谓自身安全 也有决心与所谓民主阵营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 石破茂继续鼓噪 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荒谬论调 声称 在日本有观点认为 今天的乌克兰或许就是明天的东北亚 日本和台湾地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 期待深化合作 确保地区威慑力 会谈时 涉及所谓台湾出现不测事态时的应对措施 双方一致认为 通过议员交流等方式 加强所谓日台关系十分重要 谈及台湾经济议题时 赖清德声称 期待日本持续支持台湾地区 加入所谓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CPTPP 会谈结束后 石破茂再度对媒体叫嚣 台日必须夯实在本地区的威慑力 希望双方继续积极进行沟通 台湾市部门主管林佳龙 14号设午夜欢迎石破茂一行 林佳龙宣称 台日双方应健全安全对话机制 以立讨论因应未来各种紧急事态 此外 14号石破茂还会见的蔡英文 并在社交平台上贴出两人的合影 对于石破茂率团窜台 并会见赖清德等人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14号表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 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以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林健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日本曾对台湾殖民统治长达半个世纪 犯下幸如难输的罪行 对中国人民负有严重历史罪责 日方个别政客应牢记历史教训 念清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勾连外部势力搞斜阳谋独 注定以失败告终 驻日本使馆发言人也发文表示 日方有关政客言行 公然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及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不可逾越的红线 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 中国必将统一也必然统一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方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如果日方一些人心存染指台海的幻想 妄图阻挠中国统一 必须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14号 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宣称 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友善的门已经打开了 这个对大陆友善的说法 从卓荣泰的口中说出 让人有点惊讶 卓荣泰在专访时 拿陆生奉台就学 陆生纳入健保等大作文章 声称民进党当局已经展现善意 所谓友善的门已经打开 话锋一转又宣称 希望来的是观光客 是学生 是宗教交流人士 而非解放军军机 军舰跟所谓统战人士 还表示只要陆客能来 台湾也愿意让团客过去 联岸仍能积极互动 但所谓友善的门真的开了吗 我真的觉得台湾政治因素太严重 因为就是确实有一些事情 在网路上可能说的 跟真实的情况可能不太一样 还是要自己来这边看看之后 才能知道真正的样子 或是自己的感受如何 我们希望了我们的行政院 能够尊重100院 业界方面也希望取消这个进团令 因为毕竟这个进团令 对我们业界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法令 事实上在2020年初 民进党当局单方面禁止大陆居民赴台 并叫停岛内旅行社组团赴大陆业务 除了陆客赴台个人游 至今仍然被民进党当局卡着 在台湾民众附入旅游方面 民进党当局也是小动作不断 2023年11月 民进党当局一度承诺 会在2024年3月解除附入禁团令 不料在2024大选后却变卦 甚至在6月27号宣布 提升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 为橙色登号 禁团令至今仍未解除 对于卓榮泰说到的对陆生的善意 事实上从2011年陆生赴台 攻读学位开始 把陆生纳入台湾健保体系的呼吁 就没有断过 直至今年初 才将陆生以外籍生标准纳入健保 而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台湾少子化加剧 台湾高校面临愈发严重的 声援不足现象 今年8月1号 甚至有台湾四所高校同时宣布关校 2024年台湾高中高职新生将跌破20万人 至于卓榮泰提到 期盼有大陆宗教交流人员赴台 更是讽刺满满 在今年7月 大陆民间宗教团体派6人赴台参加 郑成功诞成400周年交流活动 在活动中 尽有台安全部门人员全程陪同 岛内舆论认为 这根本是全程监控 不只是陆生不敢到台湾 就连宗教交流都要人心惶惶 更离谱的是 赖清德日前对岛内宗教界喊话 要求岛内宗教界与大陆交流时 不要接受招待 不要被所谓拐走 不然会影响台湾安全 此言遭外界痛批 是给连岸宗教交流贴上政治标签 对于卓榮泰口中的善意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燕秀 讽刺民进党仇中反中的意识形态 已经侵蚀的基本判断与逻辑能力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 唐湘龙 唐先生您好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榮泰 在受访时声称 两岸善意门已开 那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 目前的言行是善意吗 卓榮泰讲这个话的时候 最大是对谁讲 民进党在眼前来讲 因为他尽可能的会 保持在两岸关系当中 一种不冷不热不近不远的调子 那卓榮泰在这时候讲 无非要去表现出一种就是 两岸关系如果不好 不要怪我 我们已经很有善意了 要让所有的国际社会 形成一种印象 台湾并没有阻碍两岸之间的 交流跟沟通 责任不在台湾方面 而是在大陆方面 第二个时间点 因为现在已经8月了 对于台湾的民进党来讲 他最在乎的是11月5号的 美国的总统大选 美国的总统大选 选出谁不知道 但是总统大选之前的时候 美国给民进党 给赖清德的指令 就是不要造次 就是乖一点 就是不要给我找麻烦 所以卓榮泰所释放这种的讯息 基本上面也在这个调性上面 同时卓榮泰要努力的去清洗 那种不久之前 那行政部门把大陆 列为旅游的橘色警戒 就是劝大家说 你们尽量不要到大陆去 到大陆去很危险 非有必要 请你不要不要去 那如果非有必要 请你不要不要去大陆 但是又要表现的 对大陆好像要开放的样子 这当然是有矛盾的 左榮泰接受访问 第一个我说的 这些政策面 他只有执行的权利 他没有决策的权利 第二个 他只是去解释 自己政策上面的矛盾 第三个 为自己洗白 避免到时候两岸之间 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能够有一张 可以吵架的 就是像骂本 把责任能够推到大陆的身上 减少国际舆论 对台湾挑衅的质疑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唐先生的点评 接下来先稍时休息 一会儿见 惠州客渡镇 游有世界最大 单口镜球面 设电望远镜 从2016年落成以来 不仅在天文观测 有卓越成效 还带动在地观光 成为旅游新热点 传统令草 加上创新设计 透过社区妈妈的手艺 编出各式产品 供不应求 老派公益 又重返时尚舞台 海峡拼经济 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人生不过百 平时委屈自己 咱们要让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咱们就有最好的律师 你认哥当师傅 我教你怎么打官司 我觉得你这块朽木上不掉 羡慕你什么时候都能活得这么高兴 你就得让生活教育才能活力 无所畏惧 海峡卫视 大月十二日起 每晚十八点四十五分 精彩现印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台考试机构 与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人事权 至今未处理 民进党团希望台立法机构 能够召开临时会 为此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韩国瑜十四号召集党团协商 不过国民党团总照傅宽奇 和民进党团总照柯建明 两人都因事缺席 特别开始怀念柯总照了 他怎么不在现场 还要感觉酸辣汤少了胡椒的感觉 幽默消遣 韩国瑜在党团协商时 不断点名没有出席的民进党团总照 柯建明 民进党团希望召开临时会 处理台考试机构 与台所谓通讯传播委员会的人事同意权案 但蓝绿党团总照都缺席协商 经过一个小时 三方毫无交集宣布散会 不过韩国瑜上任后 整顿台立法机构人事 在挥刀调换总务处长后 也趁修会调整人事 一口气调动多达50人 包括台立法机构参事 法治局长及公报处长等都在列 堪称历年来人事调动幅度最大的一次 展现新人新气象 让所有的人事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我想过了下个会期 所有的事情会更上轨道 这都是正常的人员调整 对此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 吴思瑶受访表示 这样大动作调动 有没有达到正向专业提升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台湾媒体人谢寒冰则认为 以韩国瑜的个性 如果不是非换不可 他也不会想换 谢寒冰认为 民进党过去八年掌控台立法机构 不知道在里头安插了多少自己人 韩国瑜不出重手 根本换不掉 所以他必须做这件事 台湾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身陷政治现金申报不实争议 继续延烧 检调14号兵分七路搜索 约谈六人到案之后 连夜复讯 而台湾民主党方面也是动作不断 时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14号下午到台北地检署提告端木正 同时也主动请辞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一职 柯文哲也发表党员公开信 尽心反省 经过连夜讯问 15号清晨 关键人物木科董事长李文娟遭预知150万新台币交保 而同样接受讯问的还有他 会计师端木正 特问者现在把责任都可以给你 会不会觉得很委屈啊 戴着口罩穿着白衬衫 端木正经过一夜讯问 神情相当凝重 原本检方预知200万新台币交保 但他短时间筹不出保金 最后降保改以100万新台币交保 检方认定几人设犯伪造文书 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 还得接受科技监控 此外台湾民众党指责 主要问题都在会计师 时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14号下午到台北地检署提告端木正 面对台媒镜头 黄珊珊更是向端木正撂下重话 在政治现金上面 没有所谓调整账务补证的问题 在政治上面不容许有任何一丝的作假 因为短插又自己虚报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台湾民众党要告端木正 涉嫌业务登载不实 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 因为调查后发现端木正自行调节账目 导致向台监察机构申报漏灯近17笔资料 更在没有任何凭证及发票情况下 编造了9笔虚假支出 我们也不相信会计师会做这样的事 我本人当面亲自问她 如果有短插 为什么要虚报 她说是因为时间来不及 因为短插又自己虚报 这件事情是不可原谅的错误 虽然黄珊珊将责任推给端木正 但身处争议漩涡之中 黄珊珊也在提告前 就向党中央请辞台湾民众党中央委员 我身为总干事我们发生 财务部发生如此重大的疏失 我当然责无旁贷 所以我向中央委员会请辞党职 不过黄珊珊目前仍保留 不分区民代位子 仅是持续党职 让党内也有非议 与此同时 柯文哲14号也以反省改进 继续前进为题 发表党员公开信 柯文哲坦诚 2024年这场选举 是台湾民众党第一次面对 如此庞大规模的选举 在这次的事件当中 自己识人不明 用人不当 他会深刻检讨并改正过失 让许多支持者感到担忧与失望 他身为党主席 责无旁贷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唐湘龙 唐先生 台湾民众党的政治现金风波 外界不少人都将矛头指向黄珊珊 那么目前她是请辞了台湾民众党的中央委员 但是依旧没有请辞明代 那么您认为她是否会请辞明代 来替整起事件执行 黄珊珊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一起 这一起民众党跟柯文哲的政治危机的斗争的焦点 黄珊珊在柯文哲身边的时候 她就是一招的火旗 当柯文哲需要找副手的时候 当柯文哲需要专心的去竞选 然后要有一个家里面的总管的时候 黄珊珊就扮演那个总管的角色 因此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黄珊珊是柯文哲不在 或者太事务性的事情的时候 是黄珊珊在决定的 因此出了事情的时候 找黄珊珊是没有错的 黄珊珊现在辞掉了中央委员 基本上面是为这件事情的行政错误而负责 可是如果要他辞掉不分区立委 那就要表现出柯文哲的政治态度了 民众本来就是一个拼装车 民众党本来就是一个 在勉强的要组成一个政党的过程当中 吸收游离的选票跟政治人物 捡到蓝里都当菜 所以里面有蓝的有绿的 有各种各种的不同立场跟背景的 柯文哲很强势的时候 他阳光普照 大家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是当柯文哲自己身陷危机的时候 这些政治人物的裂缝就出现了 所以黄珊珊会不会辞掉不分区立委 他是民众党的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开始 我不敢说黄珊珊一定会或者是是不会 这关乎到柯文哲的判断 这个时候如果黄珊珊退了 固然可以平息民众党的内部的纷争 可是对于柯文哲来讲是个重伤 柯文哲身边可能没有在 能够为他去分析或者去处理 很复杂的行政事务而有历练的政治人物 所以这个事件看起来好像是一个 一个政党在申报财务的时候的一个纠纷 或者不符合法令所引发的法律事件 可是他的政治效应对民众党未来的强弱 影响是非常深远 好的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唐先生的点评 感谢唐先生的点评 您的原因是非常深远 您的原因是非常深远 如其他人 您的 opportunities 隔心 各种